好 这网通云端的题材还不少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昨天他宣读政府工作报告 对外界所关注的今年大陆要如何拼内需 他特别强调要扩大养老 旅游 文化这些服务消费 并且为了要促进信息消费 而且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将要力推宽待中国的战略 加快4G的发展 光鲜工程 鼓励电子商务 还有物流配送发展 很多都是台湾的相关概念股 李克强上任以来首度进行政府工作报告 外界都好奇他如何带领大陆拼内需 从他对信息消费琢磨叫声可知 扶持现代化新式消费 逐步取代传统消费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做好相关配套工作 包含4G 光鲜 提升网速 物流宅配等 已经成为官方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 去年上半年 出口大幅波动 经济持续下行 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 多年少有的负增长 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物的声音 从大陆两会释放的利多来看 近年来大陆网购市场急速成长 2013年交易额已达1.88兆人民币 大约占全大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 对内需消费的影响力日渐提升 因此势必要加快第四代移动通讯与推动 摆照光纤工程 后续基地台设备的出货将转为积极 就台厂而言以往供货给陆系或欧系设备业者的厂商较具优势 而产品别则是以基地台用晶片 铜箔机版、PCB版、天线、双供器等机会较佳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部分 仍要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重点投向铁道建设 届时自动化机械需求也将随之持续增温 另一方面要向污染宣战 淘汰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 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 水泥4200万吨 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产线 维持美丽新中国的改革路线 也将有机会使台厂切入市场 都是仔细新闻 正好报道